晚上洗头会头痛 这个说法其实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头皮下静脉从严 它常常表现为不明原因的慢性的头痛 那么在出发阶段呢 大多数的人头皮呢都会有一点麻木感 并且呢会伴有绵绵的隐痛 但这呢不是洗头本身所导致的 而是呢你的头发没有吹干 就睡觉而引起的头痛 像睡觉前的头发不干 它的水分呢就会滞留在头皮的一个表面 那蒸发的时候它就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 从而导致你的头皮温度降低 影响到大脑的血液循环 到半夜的时候啊 这头皮有可能就会有麻木感 并且伴有隐痛的情况 那第二天还可能会出现 莫名其妙的头痛啊 头晕啊等等这样的现象 所以呢晚上啊 它是可以洗头的 但是你记住一定要把头发吹干了 大家在睡觉以防第二天头痛啊 我那边的头发吹干了 我这边的头发吹干了 带走的头发吹干了 带走的头发吹干了